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1章 看着这些爬走的小蛇 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只是几分钟后 我便发现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些从房间之中爬出来的小蛇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围绕着房间外面 瞪着那圆啾啾的眼睛 望着我房间的床底 看着 床底下面有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反应了过来 连忙就捂着嘴鼻 冲进了房间之中 来到了房间的床底下 我打着手电筒在床底下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 就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这些蛇之前 在床底下目光所及的方向 他们在床底下的时候 圆啾啾的目光好像是朝上看着的 想到这里 打着手电筒的 我就抬起头手电朝上看了去 只见在床板下面别着一把长长的秤图 我手电筒灯光所及的地方 秤图上面还雕刻着各种各样的符文 这符文看起来像是各种各样的中草药符号 天一秤 看到床板下这雕刻好各种各样中药符号的秤图的时候 我的瞳孔不由自主地瞪大了起来 奶奶曾经和我介绍过天一秤 天一秤是第一代天一留下来的神器 以天一秤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一句歌谣 天一秤 天一秤 一秤百病消 二秤天炎年 三秤不入地狱就升天 这一秤百病消和二秤天炎年十分的好理解 就是得病了的人用天一秤秤了一下之后 身上的病就会自然而然的消除 而再秤第二次 被秤之人会添加寿命 而第三秤讲究则很多 这三秤不入地狱就升天 不只指的的是用秤之人 也指被秤之人 天一秤无论是被秤之人还是用秤之人都不能多用被秤之人 一生只能被秤两次 如果被秤第三次的话 那个人要么暴毙而亡 要么突破成仙 当然 从天一秤开秤开始 就没有人在天一秤上秤过先的 而用秤之人 虽然没有次数限制 但是每用一次天一秤 用秤之人就会根据被秤人的病情大小折损功德 一般一个人第三次被秤的话 这个被秤之人的情况肯定是相当严重的 用秤之人除非是功德成神之人 否则绝对无法承受一个人第三次用天一秤 皮少爷 皮少爷 怎么了 下面有什么东西 就在我望着天一秤发呆的时候 一声焦急的声音从床外面传了过来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 只见常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趴在了床底下 满脸惊慌地望着我 喊着我的名字 听到常老师的呼喊之后 我就将挂在床底的天一秤取了下来 拿了出来 由于太久没有用的原因 则天一秤上都布满了灰尘 我拿来一张抹布 轻轻地一擦拭 这雕刻着成千上万副中草药图案的天一秤 就清楚无比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可消除百病的天一秤 看到我手中的天一秤之后 常老师的眼睛都绽放出光芒来 我愣了一下 惊讶地望着常老师 没想到常老师既然也认识这天一秤 同时我发现常老师看到天一秤的表情 也十分地兴奋 想到常老师被万鬼缠身 我就举起了天一秤 说道 师叔 我帮你秤一下 或许能够消除你身上的业债 常老师先是脸上一洗 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摆动着 双手说道 没有用的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2章 怎么就没有用了 我不解地问道 常老师苦笑了一声 说道 我已经用过两次天一 秤了 再用的话就是第三次 啊 听到常老师的这句话 我不由得就瞪大了眼睛 常老师既然已经用了两次天一秤了 按照我现在的本事 肯定无法支撑起 常老师第三次使用天一秤 什么时候用的 我疑惑地问道 常老师眼神静静地盯着的 我手中的天一秤 说道 你还没出生的汗水后 你奶奶就给我用了两次天一秤 要不然万鬼缠身的我 也活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呼 原来被万鬼缠身的常老师 是奶奶用这天一秤给秤好的 我心中感慨的同时 也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 奶奶医术如此精湛 也都需要靠天一秤 才能够把常老师的病给稳定住 而我不借助这天一秤的话 就更加难以治好常老师的病了 嘶嘶嘶 就在我望着常老师 还有天一秤发呆的时候 一阵响亮的蛇鸣声 再次蕴绕在了屋子周边 只见那些被熊黄勋出去的蛇 又纷纷地跑了出来 全都瞪着圆啾啾的眼睛 望着我手中的天一秤 兴奋无比地吐着红杏子 去去去 畜生还想要天一秤 你们想得美 脾气暴躁的常老师 朝着地上的那些毒蛇挥了挥手 想要将毒蛇给赶走 只不过常老师去赶这些蛇的时候 这些蛇就像是听的懂常老师的话一样 愤怒地对着常老师发动了攻击 常老师一个没留意 小腿就被钉了两个血窟窿 阁老子的 敢咬老子 反了你们了 常老师十分的生气 从口袋之中摸出了一张画着火焰的符路 就要朝那些毒蛇丢去 我一把拽住了常老师的手腕 说道 别动他们 我来帮他们秤了一下吧 皮少爷 你疯子了 使用天一秤 可是会折损功德的 这只不过是一群畜生而已 值得你使用天一秤吗 常老师瞪着一双无法理解的眼神 望着我 我一边拿来装蛇的麻袋 一边说道 众生皆平等 人在别的生灵眼里 或许也只是畜生而已 再说了 这天一秤是这些蛇帮我找到的 于情于理 我也得帮他们秤一秤 还他们这个人情 听完我的这番话 常老师便沉默了下来 不再说话了 我拿起麻袋 打了一个响亮的手指之中 这些毒蛇便反应了过来 纷纷地朝着我手中的麻袋装了进来 不一会儿 一麻袋毒蛇就装满了 师叔拿天一秤来 我望着常老师喊了一声 虽然常老师十分的不情愿 还是按照我吩咐 将天一秤拿到了我的手中来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3章 这天一秤和农村用的杆秤 长得十分的类似 但也别小瞧这种农村的杆秤 只要杆秤足够的长 秤任何重量的东西 都不在话下 我将这天一秤拿起来了之后 就让常老师帮忙把那三大袋毒蛇挂在了赶秤的一头 接着我和常老师两个人将赶秤抬了起来 这三大袋子毒蛇的重量可不轻 好在常老师的力气十分的大 他肩膀用力猛的一扛 就将天一秤给扛了起来 常老师将天一秤抬起来了之后 这药铺子之中就开始散发起了一阵 我从来都没有闻过的药香味 或者说是有些我闻过 有些我没有闻过的香味 因为这些香味之中 冗杂了很多不同的中草药的味道 有人参的 绝名子的 天山雪莲的 单单是我能闻出来的药香味 就有几十种 我闻不出来的香味就有更多了 白草香 闻到这冗杂了各种味道的香味之后 我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白草香 可不是用一百种中草药融合而成的 而是有数以千计的中草药精华 炼制而成的一种药王之王 一滴白草香 就能够让人起死回生 而这天一秤之中的香味如此之浓 恐怕是几大缸白草香之中 泡了不下有十年了 少爷开始称重吧 扛着秤驼的 长老实脸上 没有丝毫的吃力 别说是这三大袋毒蛇了 恐怕再来三袋子 这长老实也一样能够扛得起来 我走到了天一秤上面挂着的秤驼 下意识地伸出手 就要移动秤驼 可是奇怪的是 这看似十分轻巧的秤驼 我一下子竟是推不动 我愣了一下 望着这煎如磐石的秤驼 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少爷要用功德之力 长老实提醒道 听到长老实的提醒 我才想起来奶奶教过我 使用天一秤的办法 于是我摒弃宁神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就将双手放在了秤驼上 天地一赶秤 三尺有神明 一波百病除 二波天炎年 三波改阴阳 以弟子之功德 患病认知健康 我咒语念完之后 大声地呵斥了一声 双手就拔动起了 赶秤上的秤驼 随着秤驼 缓缓地移动 我只感觉全身就像是被这天一秤给吸住了一样 身体之中有着无数的功德之力正朝着秤驼之中灌入了进去 少爷 你看 就在我强忍着身体之中那份强烈的不适感的时候 长老实无比惊讶地喊了出来 我朝着长老实伸出手指向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天一秤的另外一头 那三大带子被我们秤起来的毒蛇带子之中 开始散发出了一阵浓浓的黑气 这是什么 望着笼罩在蛇带子上方的黑气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是晦气 这些毒蛇身体之中的晦气 天一秤将这些毒蛇身体之中的晦气给秤了出来 常老实说道 听到常老实的这句话 我这才恍然大悟 在中医理论之中 人生病无非就是感染了晦气 只要将晦气排除 便可要到病除 我这一秤将这三大毒蛇身体之中的晦气 全都给清除了出来 这三大毒蛇势必受益匪浅 随着我手中的秤驼不断地朝前移动 那从蛇带子之中窜出来的晦气 则越来越多了起来 秤驼到达了秤干三分之一的位置之后 就像是夹死了一样 无论我用多大的力气 这秤驼都移动不了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4章 就是这里了 剑秤驼移动不了之后 我反倒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知道我付出的这些功德之力 已经够清除这些毒蛇身体之中的晦气了 旁 就在我松开秤驼的一瞬间 只听旁的一声巨响 天一秤那头的三袋子毒蛇就掉落了下来 一条条神清气爽的毒蛇从袋子之中爬了出来 朝着我感激地吐着红杏子 望着这满屋子的毒蛇 我冲着他们说道 现在你们身上已经没了晦气了 你们不去做伤天害地的事情 寿命将会是其他同类的两倍 你们走吧 嘶嘶嘶 满屋子的毒蛇听完我的话之后 兴奋无比地朝着我吐了一吐红杏子 就纷纷地掉转 锅了脑袋 爬出了天一铺子 由于功德消耗过多 双腿早已经变软了的我 也一屁股直接坐在了地上 大口地喘着气息 这天一秤还真不是随便能用的 这还只是一些晦气不中的毒蛇 要是换作是病入膏肓的人的话 恐怕我便动不了这天一乘丝毫了 皮少爷 先别急地坐啊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这些晦气怎么办 长老石江坐在地上 喘息的我搀扶了起来 指着空中的那些晦气说道 在那三个麻袋上空 还漂浮着浓浓的黑色晦气 这些都是从那成百上千条 毒蛇身体之中涌出来的 此刻这些黑色的晦气 久久地徘徊在我家铺子的大堂之中 隐约有要凝集成巨蛇形状的趋势 不好 晦气一旦多了便会成腰 看到这里 我连忙推开了长老石 跑到了柜台后面的药柜前 我快速地抽开了药柜 最底下一排的抽屉 从中抓出了一大袋子 枯黄色的草药 这些草药的学名叫做蛇蛇草 由于长得极其像是蛇的红杏子 经常会被蛇添 所以这些被蛇添过的中草药 也就沾染了蛇的气息 可以用来吸收蛇身上的晦气 我将蛇蛇草拿出来了之后 就丢向了那团巨大的黑色晦气之中 刷 蛇蛇草一进到黑色的晦气之中 一下子就起了作用 那一团一团的黑色晦气 就像是退潮的潮水一般 一下子就被蛇蛇草给吸了进去 地上那一团团枯黄色的蛇蛇草 也迅速地变黑了起来 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煤炭一样 大约持续了有十几分钟 空中的那些黑色的晦气 才被吸收干净 总算是结束了 我摊坐在了藤椅上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就将地上的那些黑色的蛇蛇草 捡了起来 由于这些蛇蛇草任性十分的足 我抽出这一根一根的蛇蛇草 将蛇蛇草窜成了一团 编制成了一条小蛇的样子 放进了天一箱子之中 常老师十分好奇地 看着我的这番举动 问道 小子 这满是晦气的东西 你装起来干嘛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5章 这可是纯纯的毒蛇晦气 那黑色巨蟒的妖气 都没这晦气纯 这些晦气 好好的利用起来 以后或许能够起大作用 我说完之后 就让常老师帮我 把天一秤给收了起来 天一秤在风水圈上 可以说是实打实的神器 以前天一秤 在奶奶手中的时候 奶奶都不敢 轻易拿出来试人 要是让风水圈的人 知道了这东西 在我手里 势必会引狼入室 给我招惹来 很多麻烦 见常老师 收好天一秤之后 我便看了一眼时间 离晚上12点 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 就在我取出天一箱子之中 的人皮灯笼准备 再次营业的时候 常老师一把 拉住了我的手 不让我挂人皮灯笼了 我疑惑的 朝常老师看了过去 只听常老师说到 明天就是你大婚的日子了 几天晚上 好好休息休息 就不要营业了 这不好吧 我走出门外 张望了一眼 奇怪的是 往日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门外都是鬼影婆娑 但是今天不同 外面的氛围 格外的正常 正常到我都怀疑 有些不正常了 见我满脸一律的样子 常老师便走到了门口 只听枝呀一声 常老师就将 天一铺子 古老陈旧的木门 给拉上了 关上房门的 常老师 看着我说道 别多想 外面的亡魂 又不是不尽人情 他们知道 你明天打婚 今天自然也不会 来找你看病 以免你沾染晦气 听到常老师的这句话 我就苦笑了一声 望着地上 那三个麻袋的位置 说道 哎 今天沾染上的晦气 还会少吗 说到这里 我又想了 起了金炎儿 还有金炎儿 吊着的那棺材吊坠 于是我转头 望着常老师问道 石叔 金炎儿棺材吊坠里面的 那个人到底是谁 那棺材里面的人 为什么要我和金炎儿洞房 我说过 不要问 问我 我就是不知道 常老师满脸 严肃地说道 看常老师这个样子 我知道 他肯定是知道的 我也索性 打开天窗说亮话 说道 石叔 那什么时候 可以告诉我 那女人的身份 你一定想要知道吗 常老师望着满脸 严肃地 我问道 见我点了点头之后 常老师便说道 等你什么时候 能够帮我 拔除我这病根 你什么时候 就知道了 我原本还十分激动地 看着常老师 期待着他的答案 听到他的这句话 我就无语死了 拔除常老师的病根 哪里有那么的简单 常老师这话等于 说了没说一样 算了算了 我去休息了 明天注定 会是不安分的一天 知道常老师 不愿意告诉我 我便挥了挥手 转身就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 休息了起来 想到明天 就能够和朱许诺 正式成为夫妻了 我心里 就十分地兴奋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 睡不着 同时我的心中 也有一股深深的担忧 骷髅老主 临终前和我说过 我是阎王三次 点毛想要之人 也是风水圈上层建筑的人 想要除去的人 我和谁在一起 就会给谁带来厄运 明天 黄道倾斜 万鬼奇出 这是我面对明天 阎王爷刁难的 唯一底牌 只不过 我也是在赌 我在赌明天 有受过奶奶恩惠的人 帮我出手 抵御一些未知的劫难 心情忐忑的我 在床上翻来覆去之间 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 渐渐的 我也有了一些困意 进到了梦想之中 迷迷糊糊间 我听到外面 刮起了一阵大风 随即天空之中 响起了 隆隆隆的雷声 2月2 龙抬头 雷声代表着 龙的愤怒 哐荡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6章 一阵凉风间 我床头的窗户 给吹了开来 我猛然间 惊作了起来 这才发现外面 已经下起暴雨来了 我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离凌晨4点 还有半个小时 我看时间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 一眼天气预报 奇怪的是 天气预报上 明明写着 今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而屋外 却是电闪雷鸣的 让人害怕 现在的天气预报 也太不准了 我骂了一声后 就朝常老师睡觉的地方 看了过去 这些天 常老师在我房间里面 添了一张床 奇怪的是 常老师睡的那张床上 却是空空荡荡的 不见常老师的身影 我又望了一眼客厅 客厅的烛光 还是亮着的 说明常老师应该 就在外面 知道常老师在屋外以后 我便安心地转过身 要把被大风给吹开的窗户 给拉上 轰隆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道巨大的闪电 伴随着雷鸣声劈 落了下来 以此同时 在电光之中 我看到了一道 红色曼妙的身影 正静静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个头发 湿漉漉的年轻女人 女人身上 穿着一身的红裙 眼神写满了哀怨 在这红裙女人手中 还抱着一个阴森森的娃娃 不知道是心理原因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总觉得 女人手中抱着的娃娃 也在盯着我看着一样 你是谁 我一眼就认出了 门外这个女人不是人 因为在她的身上 充满了滔天的怨气 皮剑青 我不许你和朱许诺在一起 那年轻的人 满脸悠远地说道 为什么 听着女人说不许 我和朱许诺在一起 我愣了一下 十分的不解 你明天要敢迎娶朱许诺 就等着家破人亡吧 红裙女人忧怨无比地说道 轰隆隆 女人话音落下之后 又是一阵让人心惊胆寒的 雷声响起 为什么不让我迎娶朱许诺 你和朱许诺是什么关系 我一边说着 一边将放在床头的一枚武帝金币 拿了起来 记住我的劝告 女人冷冷地望了我手中的武帝金币一眼之后 就转过身朝着巷子外面走去 站住 我挥舞着武帝金币朝着女人身上投掷了过去 武帝金币在月光下闪烁出了一道光芒之后 瞬间就砸在了女人的后脑勺上 女人瞬间就幻化成了一团怨气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当我那砸在女人头顶上的武帝金币掉落在了地上 在水中滚了一圈子好好 就安安静静地躺在了地上 这就魂飞魄散了 望着那消散在了天地间的怨气 我有些意外 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7章 这女人有些蹊跷 望着那消散在了巷子口的怨气 我隐约觉得那女鬼绝对不会这么的好对付 于是我穿好了一件外套 走出了屋子 我来到大堂时才发现 常老师还端坐在柜台前没有休息 烛光下 这个头发有些泛白的中年 正静静地盯着手中的天衣秤看着 从她那发光的眼神之中 我也大概猜出了她留在我身边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用这天衣秤帮她解除身上的万鬼缠身之寨 轰隆 就在我盯着常老师看着的时候 又是一声雷声 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 这夜晚突然响起的雷声 吓了我一个机灵 稳定下心神的我 也没有去打扰常老师 而是静止地走到了药铺的门口 别去外面 外面有一个十分厉害的怨鬼 不等我将门拉开 常老师将手中的天衣秤收了起来 抬起头望着站在门口的 我说道 你知道外面有怨鬼 听到常老师的话 我稍稍的有些意外 没想到常老师已经知道了外面有怨鬼的事情 那女鬼怨气逃天 她还没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我一直没有睡 为的就是震慑那女鬼 让那女鬼不敢进来 常老师停顿了 片刻之后 又继续说道 那女鬼的怨气很大 不是你能够对付的了的 你最好憋气招惹她 我也不想招惹她 可是那个女鬼 刚刚已经来找我过我了 我望着常老师说道 怨鬼找过你了 听到我的话后 常老师的眉头就挑了起来 烛光下的她抬起头望着我说道 她找你干嘛了 她只和我说了一件事情 让我不许和朱许诺在一起 否则朱家会家破人亡 我一五一时地 把就在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常老师 烛光下的常老师沉默了半想 最后只见她从柜台下面 拿起了一把雨伞 走到了 我的身边说道 走吧 去看看 既然躲不掉 那就只能面对了 我和常老师走出天衣铺子不久 外面便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 即使是我们两个都撑了雨伞 身上还是一下子 就湿了一大半 几分钟之后 我们便来到了女鬼 刚刚站立过的地方 在那里 我的那枚五地金币 还静静地躺在雨水之中 无论雨水如何地冲刷 这五地金币就是纹丝不动 常老师一眼就看到了脚下的五地金币 他用脚尖轻轻地一条之后 五地金币在空中翻转了一圈 就落在了他的双指之间 只见大雨之中的常老师 抓着五地金币放在鼻尖 轻轻地纹了一下 接着他的眉头就皱得更紧了 怎么了 看着常老师这个样子 我心里隐约地有几分担忧 就不解地问道 你刚刚并没有将那女鬼打得魂飞魄散 打算的只是那女鬼的怨气 常老师说道 怨气无灵 却已成形 听到常老师的这句话之后 我抬起头望着常老师问道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8章 怨气都是从灵魂之中散发出来的 灵魂在哪里 怨气就在哪里 怨气是无法单独成形的 但是万事万物都不是绝对的 怨气还有两种情况可以单独成形 一种就是散发着怨气的鬼魂 就躲在附近 这躲在附近的鬼魂可以维系着怨气 单独成形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那散发着怨气的鬼魂自身实力 十分的强大 可以随时随地地让怨气成形 不受空间的限制 是的 你刚刚打散的这怨气 并没有灵魂存在 只不过是厉鬼身体之中散发出来的成形了的怨气而已 常老师说道 那那那这女鬼是怨气成形的哪种情况 我心情无比忐忑地望着常老师问道 不知道 不过按照这厉鬼怨气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来看的话 恐怕是我们都不想要看到的那一种 咔嚓 一道白色的闪电 如同一把利剑一般在我们身后挥舞着 巨大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天空 照亮了常老师那满脸担忧的脸庞 皮少爷 我看你和许诺小姐的婚事还是推一推再说吧 起码把这女鬼的事情解决了再说 在闪电光芒熄灭的一瞬间 常老师转过头朝我看了过来 开口说道 明天或者说是今天天亮之后 可是难得的黄道倾斜之日 如果这个日子不能顺利的和朱许诺完婚的话 等到下一个黄道倾斜之人 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就这个日子了 不换了 我坚定无比的说道 你就不怕那女鬼说的话吗 到时候朱家真的家破人亡了 你怎么办 常老师脸上写满了担忧之色的望着我问道 不会的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许诺 伤害许诺身边的人 我说道 那行吧 如果那怨鬼真的要搞什么事情的话 我常老师也放不过他 说完 常老师就带着我重新的回到了天一铺子 由于时间还早 才刚刚过凌晨四点 我和常老师又重新的回到了天一铺子 继续休息了起来 枕着雨声 我狠开又再次进入到了梦乡之中 这一次我倒是睡得十分的香甜 直到第二天被一泼尿给憋醒了 我才爬了起来 我刚方便完 朱许诺就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 说是按照西江市的习俗 婚礼举办之前 他是不可以来见我的 朱许诺让我不要乱跑 到时候朱家会有人来接我过去成婚 我回了朱许诺一句 朱家的人大概什么时候过来 朱许诺确实迟迟没有给我回消息 我猜他应该是在盲婚礼上的事情 我便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走到了天衣铺子外面的巷子中 抬头望着今天的天象 和我预想之中的一样 今天是一个阴天 天空上笼罩着一团又一团的云层 说是乌云又带着淡淡的黄色 这黄灰色的云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仔细看到的话 这黄灰色的云团就像是一条 盘旋在天空之中巨龙一样 只不过这是一条垂垂老矣的巨龙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09章 2月2是黄历上的龙抬头的日子 而天空之中笼罩着的这层层淡黄色的云层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 低着脑袋的龙一样 无法将脑袋抬起来 龙抬头碰到黄道倾斜 天地晦气无法消散 死死地压制住了这天空之中的苍龙 黄道倾斜 苍龙垂头 今天势必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姑爷 时辰到了 我们该出发了 就在我盯着天空之中 那笼罩着的云层发呆的时候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声熟悉的声音 听到这突然出现的声音 我猛然转过头朝身旁 看了过去 只见刘管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在刘管家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缠满了红色绸缎的花轿 在花轿的边上是四个同样穿着十分喜庆的教夫 只不过这四个轿脸上都涂满了厚厚的白色粉底 看起来十分的古怪 朱家的人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望着这突然出现在了我身边的刘管家 我心里十分的意外 不解的说道 刘管家 我和许诺的婚礼不是晚上才举行吗 你们怎么来这么早 姑爷 不早了 在正式举行婚礼之前 还有很多仪式要走 需要提前准备准备 皮少爷 请上轿子吧 刘管家再次朝我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要请我上轿子 你们在门口稍等一下 等我去换件衣服 说完 我就重新的回到了天衣铺子之中 我进来的时候 常老师还没有醒来 我不忍心叫醒他 就在常老师的边上留了一张纸条后 换上了常老师之前 给我准备的别友四眼福钱的西装 就走出了房间 在进到轿子之前 我特意将棺材龙钉 还有一些经常用得到的风水器具 带在了身上 这才走出了屋子 刘管家他们正站在阴沉的天空下 等待着我的到来 看到我走了出来之后 刘管家便招呼着 身后的那四个教夫 抬着轿子 来到了我的身边 姑爷 上轿吧 我刚刚一走出来 刘管家就恭敬地朝我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不知道是心理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我总觉刘管家的这个姿势 十分的诡异 他就好像是想要弯腰 却又无法弯下来一样 这人有古怪 不过刘管家一直以来 就对我有见系 我也不怕他搞事情 就从刘管家轻轻地一笑 钻进了轿子之中 起轿卡 随着刘管家一声尖锐无比的声音响起 我坐的轿子刷的一下就被抬了起来 换句话说 我坐的轿子直接飞了起来 因为这四个抬轿子的人将我抬起来的时候 不是正常走的 而是直接蹦起来的 由于惯性的作用 我差点从轿子之中蹦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 轿子里的我被颠得七零八落的 我连忙抓紧了轿子里面的把手 探头朝着外面看了过去 这不看还好 一看我就吓了一跳 这外面四个抬轿子的人 哪里是什么诸家的人 分明就是四具身体比直的僵尸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610章 这四具僵尸用肩膀扛着大花轿 一蹦就是两米多高 而且跳出的距离也有两三米远 他们就就这样 简单地跳了三两下之后 就带着我蹦出了天一铺子所在的巷子 我连向常老师求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中计了 看到这里 我才意识过来我中计了 这根本不是诸家派来接我的接亲队伍 而是另有其人 我不知道是谁在暗算我 现在的耽误之际 就是得想办法从轿子之中逃离出去 想到这里 我正准备从轿子的窗户钻出去 从轿子的两侧窗户和轿子门 突然就掉下了几排铁栅栏 将整个轿子困得死死的 我伸出手 想要将铁栅栏给砸开 可是手一碰到这栅栏 手心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冒起了黑烟来 我连忙收手 看了一眼 自己的手心 只见我刚刚触碰过 那铁栅栏的手心 瞬间变得漆黑了起来 而且这黑气 还在不断地顺着我的手心 朝着四周蔓延 是湿毒 这黑气还夹着这一股 淡淡的像是咸鱼一样的腐臭味 闻到这里 我连忙就从身后的背包之中 掏出来了一串银针 扎进了手掌正中心的穴位之中 接着我轻轻地 转动了银针两圈之后 我手心处的毒气 就排解了出来 尝到了这湿毒的厉害之后 我便不敢再伸出手去碰这轿子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只能是一边快速思索着对策 一边望着轿子外面的情况 这些僵尸像是计划好了出行路线一样 出了巷子之后 专挑没人的地方走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带着我来到了城区 一处没人赶来的坟山脚下 在坟山脚下 有一排破旧的红砖房 由于年久失修的原因 红砖房上的青瓦都坍塌了一大坝了 而让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 这红砖房 既然也挂满了红色的绸缎子 诡异之中透露着几分喜庆 这里也有举办婚礼 望着这长长的红砖青瓦掌房 我十分的惊讶 孤夜到了 就在我好奇地盯着这红砖瓦房看着的时候 从屋子之中传出了一阵高兴的声音 接着我便看到六个身材矮小 身材体型 看起来只有三四人小孩的人 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 这六人虽然看起来只有三四岁小孩的样子 但是脸上却是显得十分的成熟 甚至有的人脸上都长出了胡子 这是典型的诸如正 除此之外 这六个人全都穿着破烂的衣服 在破烂的衣服后面都戴着一个大大的宽帽子 他们的这身打扮让我觉得十分的眼熟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但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起开 起开 六人冲到轿子前之后 就将轿子边上的那四具僵尸推了开来 接着六张脸蛋从轿子的各个方向伸了进来 我望着这六张陌生的人脸 有些害怕的问道 你们是谁 你们想要干嘛 姑爷别害怕 让我说 让我说 我来 我来 六人七嘴八舌的抢先要和我说话 最后还是那个脸上长满了胡子的人 一把推开了我 说道 我们是六小师童 是专门来带姑爷 你去和我们姚玲的拜堂成亲的